《中文字幕》 欢迎大家来到《港经》系列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经文是启示录第二章8至11子 现在先读经文啦 你要写信给事门哪教会的事者说 那首先的 末后的 死过又活的说 我知道你的患难 你的贫穷 你却是附足的 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诡谤话 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 乃是撒旦一会的人 你将要受的苦 你不用怕 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载监侣 叫你们被试炼 你们必受患难十日 你无要致死忠心 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意的就应当挺 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海 圣经的第八节 说明这封信是写给事门哪教会的事者 这里又提到主耶稣知道这个教会里面 包括这位教会的事者当中 都是经历着患难 在这些患难临到他们的时候 主就跟他们这样说 你无要致死忠心 不单是向这间教会的领袖这样说 十一节说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意的就应当挺 所以这段经文 关乎在患难中 影响主致死忠心的信息 不单是在当时时代的教会领袖 和信徒应当挺 也都是现今的时代 宗教会应当挺的讯息 今天这段经文的主题是 当致死忠心地为主而活 经文提及到的 写信给事门哪教会 事门哪现在的位置 就在土耳其的西边 圣经启示录当中的事门哪 现在的名字叫做 伊之物耳 它拥有一个天然的良港 因为它靠近爱琴海 并加上内陆 广东有一个内陆的道路 自古以来 是一个繁荣的进出口贸易港市 这幅图就是现今的事门哪 或者称为伊斯物这个城市的观景 当时写这封信给教会的使者的时候 主就亲自这么说 他说我知道你的患难 亲爱的姊妹们 这里所指的患难 是指着什么患难而说的呢 没错 在启示录第一章第九节 说得清楚 作者仕途约翰这样说 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 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 国度人内里一同有份 为神的道 并为给耶稣作的见证 所以这里所指的患难 不是指一般人遇到艰难的事情 而是指向 因为作为耶稣的门徒 为基督并基督的真理作见证的时候 受到各样的挑战 困苦危难而言 好了 那么第九节说到 知道你的患难 你的贫穷 那么就提到 你却是付足的 明明是贫穷 又何来是付足的呢 既然没有钱 又何来有钱呢 这句说话 是不是这样理解的呢 那么首先我们知道 为什么 是妹拿的使者 或者当时的众圣徒 是贫穷的呢 那与之前的讲 患难是有关系的吧 为耶稣作见证 而带来的患难 其中一种就是 因为你坚持为基督的真理作见证 世上的人 不起悦你 并你的见证 所以就逼迫 逼迫到一个地步 其中一种形式就是 抢夺你的财产 看看你敢不敢继续为基督作见证呢 就好像希伯雷书第十章 三十二到三十四节 在当时犹太教背景 最后归信耶稣基督的犹太人 他们就面对逼迫的时候被人抢去加业 这段经文说的 你们要追念往日 蒙了光照以后 所忍受大真战的各样苦难 蒙了光照之后 就是说灵性被神在基督耶稣里的福音 松醒了 就归向神了 归向独一真神耶稣基督的时候 犹太教背景的人 就会逼迫这帮归信耶稣基督的犹太人 他们一面被毁谤 遭患难 三十四节就说到 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 他们为什么继续能忍受到一个地步 连他们的家业被抢走都在所不惜呢 他们继续要坚持耶稣基督的真理呢 因为他知道 恩着信 有更美长传的家业等待着他 所以就轻看地上的家业 被人抢走都无所谓 所以我们知道 当他们处于一种为基督而受患难 而变得贫穷的时候 圣经说你却是腹足 可惜而知这里所指的腹足 就不是指财物上的腹足 这道所指的腹足是什么腹足啊 没错了 就在这种这么大的患难贫穷之下 你仍然为主作见证 仍然持守所信的道 那这种信仰的生命就怎样啊 丰富啊 就像比特后书一章四到十一节那样说的嘛 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 这个应许就是与神的性情有份啊 那这个过程就是怎样的呢 他说要因勤的追求 有了信心就要加上德行 又要加上知识 又要加上节制 又要加上忍耐 又要加上前景 再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 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 如果你们匆匆足足到 有这几样的话 那就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 不至于行难不结果子了 不断地追求 又结出神喜悦的果子 那怎样啊 十一节说 这样必叫你们风风富富地 得以进入我们主 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果 原来有很多东西难阻住你 不断地因勤追求 神所喜悦生命的果子 如果你继续在艰难之中 仍然这样追求呢 圣经就说 你必然是风风富富地 进入神的国的 这道风风富富所指的 就是指着这段经文的上文 讲到与神的圣情有份 就是说到神的丰盛的生命 你能够享受得到 你能够在世活着的时候 追求得到丰盛基督里的生命 可想言之 我们就明白 原来在艰难 带来那种贫穷 这样的压力下 他们仍然为基督作见证 就在神的面前显出有 丰盛基督作丰盛的生命 如同基督为父作见证的时候 显出这种丰盛的生命 在这段经文同时也都指出 他说 主是真知道 那些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 诵谤话 那这帮自称的犹太人 竟然向属主认讯 拿撒纳人耶稣基督的门徒 作出诵谤的说话 那麦主说 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 反过来是撒旦一会的人 这帮自称的犹太人 其实在神眼中不是犹太人 他们是撒旦的爪牙来的 正如罗马书第二章 26到29节 里面讲到一个重要的真理观念 28节说 因为外面作犹太人的 不是真犹太人 因为神看重的是里面作 29节说 唯有里面作的才是真犹太人 那这些只是表面血统的犹太人 内里却没有他的列祖 阿伯拉罕这等信靠神 那种信仰生命 就算不得上是真犹太人 那这帮犹太人是属于哪个呢 在约翰福音第八章 39到45节 当主耶稣与这帮犹太人 辩论的时候呢 这帮犹太人就向耶稣说 我们的父就是阿伯拉罕 那他就说 耶稣说 你们若是阿伯拉罕的儿子 就必行阿伯拉罕所行的事 我将神那里所听见的真理 告诉了你们 如果你真是阿伯拉罕的子孙 你必听我的话 然而 现在你们却想要杀我就证明 你们不是阿伯拉罕的子孙 这不是阿伯拉罕所行的事 44节 那他们是什么呀 他们是属于哪一个子孙呢 44节说 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 你们的父私欲 你们偏行 他从起初是杀人的 不守真理 他说方是出于他自己 人他本来是说方的 也是说方之人的父 我将真理告诉你们 你们就因此不信我 为什么他们不会信从耶稣基督的话呢 因为他们不是阿伯拉罕的子孙 他们却是魔鬼的子孙 正因为这样 我们就明白 在马福音第14章 53到59节 当耶稣基督被人捉拿的时候 这帮祭司和全公会的人 就寻找见证来控告耶稣 至少为耶稣作了一些罪名 在他身上 方便将他致死 但是找来找去都找不到 没办法了 至于照旧数 找旧那么多的人 至少要两三个人作见证来告他 他们扮遵守摩西的律法 谁不知 那几个人所作过见证都是假的 其中的 讲的一个内容就是什么呢 58节 他们这样作见证 我们听见他说 我要拆毁这人手所造的典 这帮作见证的人就 谋告耶稣说 耶稣会拆毁这个圣典 那其实是不是耶稣说过一句这样的说话 说自己会拆毁神的殿呢 在约翰福音第二章13到22节 就回顾一下 究竟耶稣在那个时候 说过的说话 真相是怎样的呢 在犹太人的如至近了的时候 耶稣就上耶路撒冷 看见殿里那些人 将神的殿当作卖卖的地方 圣经在17节就说 我为你的殿心里照及 因为这个殿本来应该称为 万民土国的殿 人却将这个万民土国的殿 拿开了 反过来成为一个买卖 市集一样的地方 所以主为神的殿 竟然荒凉到如此的地步 心里十分的焦急 所以19节耶稣就这么说了 当他们这帮人 聚在神的殿 却没有按着神的心意 成为祷告神的地方 反而他们聚集起来的时候 就将神的殿 当作买卖的地方 如同将神的殿拆毁了 所以主耶稣在这里 直接斥责他们 你们现在这样做 如同拆毁神的殿 但是不要紧 这个殿我会再建立起来 三日之内就要再建立起来 原来这段经文就显明了 主耶稣是说 这帮犹太人所行的恶 如同拆毁神的殿 并不是说到他自己去拆毁神的殿 所以当时有两三个人在群众当中作假 见证无告耶稣基督 因为他们是属于恶者 说方并且毁谤人 不但如此 在哥林多学书12章6到7节 保罗说到他个人的经历的时候 他就提到他身上受的痛苦 是出于哪一个呢 第7节说到 有一斤次加在我肉体上 就是撒旦的差异要攻击我 所以魔鬼是这帮假犹太人 不是真以色列人的苦 他们说毁谤的话 魔鬼又称为撒旦 他控制那些迅从他的世上的罪人 成为他自己的差异 去攻击属神的百姓 包括使徒保罗 因此当我们明白 那恶者竟然猜派 自称为以色列人 却不是真的以色列人 来毁谤当时的教会众圣徒 主就在这里说 你将要受的苦 你不用怕 既然提到不用怕 那就是有些怕 如果一点都不怕 就不需要提 你不用怕 人之常情 面对各人的难处 有谁会不怕 但是主说 你们将要受的苦 你不用怕 那么他们将要受什么苦 其中就有几个人 会被下载监侣 那么这个被下载监侣的 是谁做的 这段经文特别强调 是背后掌控这个世界的那恶者 魔鬼 要将 教会里面 几个属神的人下载监侣 当然 来帮助我们明白 这里所说的真理理念 马太福音第十章 二十八到三十字 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 不要怕他们 这里指 不要怕他们 就是魔鬼的 差役了 他们这帮人被魔鬼 核制之后 就攻击属神的人 背后乃是那 魔鬼的工作 他能够杀人的身体 却不能够杀人的灵魂 当时主就向那帮 被他猜献出去 他传道的门徒 勸勉他们这番的话 他说 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獄里的 那是谁呢 当然指着就是神 正要怕他 真正要怕的 那是神 因为神才能够 将人的身体 与灵魂都 灭绝 二十九 折这样说 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钱 若是你们的父不许 一个也不能丢在地上 就算你们的头发也被数过了 所以不要惧怕 你们给许多麻雀还贵种 这类就说明了一件重要的真理事实 就是如果神不容许 没有任何势力 可以将你的生命奪去 或者将你带进这个苦境里面 所以一切我们遇见的事恋 甚至身体被杀 都是得着父神的许可 才临到 所以我们用马大福音的经文解释 可以启示到第二章第十节的经文 是神容许底下 魔鬼就借着祂的 墨益 竹拿教会里面 某几个圣徒 不单止这几个落在监里面 会遇见各样的挑战而感到惧怕 就算没有被下在监狱里的圣徒们 都会因为这些事情 都同时产生那种惧怕 落在这种的事恋当中 然而主在这里就跟他们这样说 你无要致死忠心 就是这种事恋当中 主容许考验临到终星图的时候 主就向他们这样说 你无要致死忠心 忠心于主 叫我们在地上为祂作见证 这个属灵的任务 是致死都要如此遵守神的道 这番说话是主即着使徒若汉 写启示录这段经文的时候 向宗教会的人所说的说话 然而主能够如此说 致死忠心的血面是有分量的 因为主本身已经为我们作了致死忠心的榜样 当主耶稣带着门徒 在最后晚餐过了之后 来到一个地方叫做赫西玛利 在赫西玛利园里头 耶稣就带着几个门徒去祈祷 他为着将要面对的事极其忧伤 39节这样说 我父说 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 这个杯就是神分给耶稣的苦杯 苦难 但耶稣是清楚地知道的 他说 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 只要照你的意思 因为主耶稣在这里成为完全的人 在地上为父神作见证的时候 显出致死忠心的心旨 因此主耶稣就被人捉拿 被人鞭打 被人弃弄 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 在让福音十九章二十八到三十节 见证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的时刻 圣经这样说 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 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 我喝了 到三十节耶稣尝了那些醋之后 就说成了 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 因此我们就明白 第八节一开始的时候 主是怎样介绍自己呢 他说 我是那首先的 末后的 死过又活的 因此耶稣基督 至死中心的见证 并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事实 就成为众教会 在艰难要面对 至死中心这个话题上的时候 有一个明确的见证 有一个明确的生命荣耀的例子 激发众圣徒 耶稣基督虽然死了 已经作了榜样 致死中心的为神作见证 所以 他这一份的见证 他从死里复活的事实 又激励了当时 原本怕死的众使徒 若看彼得为耶稣基督作见证 后来他们被打 并且在初期教会里面的执事使提反 都印着 至死中心为神作见证 而信道 后来 其他的门徒 包括保罗 世纳在各种情况下为神作见证 最后保罗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 亦显出他那份致死中心的见证 圣经说到 你们必受患难十日 你无要致死中心 在这个患难里头包括什么呢? 包括有毁谤的话语 包括要下载监侣 包括要下载监侣 其实我在这里不能够给一个明确的答案 然而我却肯定知道一件事就是 十日代表了有时间的限制 不是无止境地面对患难的 神限制了哪些人会下监狱为主作见证 又限制了这个患难的日期是有特定的时限的 就是正如我们教了闹钟 某一个时候就会响闹 因为按我们的意思 按我们的主权 就选了一个时段 让这个闹钟 能够响闹地提醒我们 要完成某些事情 我们在世上活着的时候 尚且会借着教闹钟 显出了我们这种权柄 限制了某些事情 在某些时间之内完成或者去处理 正如《创世记》十五章十二到十六节 里面提到耶和尔神向阿伯拉罕在梦中显然 去说给他们将来阿伯拉罕的后裔在埃及地寄居 在那里面对他们的迫白多少年 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 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国我要惩罚 可想言之 在神自己永恒的计划当中 以色列人在埃及地受苦多少年 神都已经命定了 神有这种主权能力 限制着究竟受苦的年日是多少 因此我们就知道 神也都限制了这个患难的日子有多少 我们明白了之后 我们就晓得一切在神的掌控底下 我们就继续借着基督的榜样 效法祂 学习至死忠心的见证 不但如此 这里提到 当众圣徒都这样靠着主的话语 不惧怕至死忠心为主作见证 主就说 刺给你那生命的冠冕 那冠冕指着的是什么意义 以到我们明白整句说话 生命的冠冕的意思呢 那么这里就是指到英国近来 查理斯就登基作王了 因为他的妈妈就离世了 那么这里就有教会就为他加冕了 那么有一个王冠就带在他的头上 将这份的尊荣 藉着这个王冠就显明了出来 是吗 那么所以我们就知道 原来生命的冠冕就是指着什么 荣耀而言的 这个生命是有荣耀的 那么这个荣耀是怎么换取过来的 我们透过马福音第十章三五到四十节就明白了 那么西比达的两个儿子 雅各和约翰就来到耶稣面前就求耶稣就说 我们无论求你什么 愿你都给我们 耶稣就说 愿我给什么给你们啊 他就说 似我们在你的荣耀里 一个坐在右边 一个坐在左边 耶稣就说 你们都不知道你们自己所求的是什么 那么他们明明知道 所求的是坐在左边右边 那么为什么主耶稣说 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所求的是什么呢 噢 原来是 他们不知道他们所求的东西 是要用什么换取过来的呢 那么 耶稣就继续说 以到我们明白 原来这种在天国里面的荣耀是怎么换取回来的 耶稣说 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 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 即是我在父神那里酌给我的杯 里面所指的就是将要面对苦难 钉十字架和一切的羞辱 是神酌给我的 是为真理作见证而有的苦难 那么我们就明白了 原来这个杯所指向的苦难 最终就会带来荣耀的 那么三十九次这帮门徒就说 这些东西我们能够接受的 耶稣说 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 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洗 指的什么呢 不是说他们都同样为基督作见证 以造要钉十字架 不是这样 而是说到既然我从父所受的杯 这些为真理作见证而面对的苦难 我要从父那里领受 你们将来效法我 同样从父那里领受这些 为信仰作见证而面对的艰难 四十字就补充了 只是坐在我左右 不是我可以持的 乃是为谁预备的 就此给谁 既然这个荣耀的位置 那相对于这种荣耀的苦难呢 都是预备的 是吧 所以当遇到苦难的时候 亦都表示预备了荣耀 所以生命的冠冕的意思就是说 当为主受逼迫 面对患难 无要致死忠心之后 神就要清扎这些致死忠心的圣徒 就将冠冕所代表的荣耀赐给他们 显出这种生命在神面前是极之荣耀的 圣经就说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 凡有以的就应当停 因此这篇 无要致死忠心的信息 不是单单为了这个教会所说 或者不是单单 只是为当时 这些信息是跨越每一个时代属主的基督徒而言 所以众教会在哪个时候听到这些信息 你同时因为面对为基督作见证而受的患难的时候 就要按着圣灵的提醒 回想起这段经文说 你无要致死忠心 所以凡是属神的教会 凡有以的就应当停 听这些说话的目的是什么 得胜的 就是当我们与众人一同为基督作见证的时候 怕不怕?当然怕 第十字说 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 如果个个都不怕 又何需要提不用怕? 就是会怕 历世历代的众生徒 为基督作见证那刻 会有惧怕 但那刻的惧怕之所以变成不惧怕 而且能够继续跨越 并为基督作见证这种信仰的历情 这种转换 就叫做得胜的 就叫做得胜的 就好像约翰福音第十一章 一到十一节里面记载了 耶稣基督在赫西玛利园被 从犹太出卖带来的官兵去捉捉耶稣 圣经提到其中一个门徒 其实是彼得来的 就拿了把刀 就打算用刀 来去抵抗这些的竹囊 耶稣就提他 快点放下把刀 如果用刀 必死在刀下的 其实主耶稣说这句话 是保护使徒 彼得的 后来耶稣就被带进 大祭司的 屋苑里面 被人去审问 爱主的彼得就跟到最后 谁不知当他在 大祭司的圆遇里面 就被人 似乎认出 他是跟过耶稣的 彼得就那时候 很害怕 就不愿意为耶稣基督作见证 死后都不认 我不认识拿撒勒日耶稣的 后来又有人再指出 你是呢 彼得一连三次 否认他自己是认识拿撒勒人耶稣 这个已经是耶稣在之前 原来已经预言给彼得听了 奴家福音第二十二章三十一到三十四节 主又说西门西门 撒但想要得着你们 好似你们像西物子一样 但我已经为你祈求 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 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 所以当彼得在撒旦的要挟威逼下 借着那帮人去问 原来你是认识拿撒勒人耶稣的 那就被这帮人说的话 吓了 他怕与耶稣一起受苦 所以死口不认 发毒誓不认 怕了 怕了 是吧 但主就预言说 我已经为你祈祷了 你是不会失去那份神所弃的信心 就是认定耶稣就是基督 是神的儿子 这种的信心 你是不会失去的 因为他是神所拣选 保守到底 拯救到底的人 是吧 但是保守到底 拯救到底的人 他们的信仰一样有高低起跌 其中说到彼得这里就是 他会回头的 就是说他之前就怕了 回头的意思就代表 在族人面前为基督作见证 不怕了 不单止他不怕 他也都兼顾其他怕的弟兄姐妹 是吧 所以后来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 彼得就与众使徒 在众犹太人面前作见证 所以得性的的意思就是说 他本身真的怕了 但是透过这段经文里面 真理理念的鼓励 耶稣基督自己 自死忠心的榜样的激励 它是从死里复活的真理 坚固了历世历代的教会众圣徒 圣经的第十一节 结尾说 得性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 启示录第二十章十一到十五节就说明了 第二次死的害是什么意思 原来所指的就是人的灵魂会被荣在火湖里 这个所指的就是第二次死的害 当我们说到 圣灵那教会的时候 我们必然提到一个人物 这个人物就是波里格教主主教 他是当时圣灵那教会的主教 他是生于一世纪 也都活到第二世纪 原来他是认识使徒若汉的信徒 当他为主基督不断作见证的时候 去到某一个阶段 当时的政府罗马 政府就迫害基督 其中一个对象就是 圣灵那教会的主教波里格 他最终被当时的罗马士兵捉拿 但到总督的面前要求他 起誓效忠皇帝说 海撒是主 并且我要释放你 当你必须要咒骂基督之后 波里格就回复说 我是奉主八十六年 他从来不曾规待我 我怎能够 涉足我的王 我的救主呢 最后波里格就被绑在火柱上 被烧死了 在这个过程 波里格向这个总督说 这火只能烧一小时 然后就熄灭 你却不知道有审判的火 或永远的刑罚 要及不敬虔的人 至死忠心的人 在历世历代都有 他们是因着神的话语被激励 从惧怕到不惧怕 至死忠心的为基督作见证 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有永恒的好结局 正如圣经所说 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 刁尽火湖里 圣经说 你们被施念 你无要自死忠心 无论是斯姆纳教会的圣徒们 或者现代的宗教会圣徒们 都要面对随时神容许底下 而被我们面对的试念 这样学习至死忠心的 在2014年 中国教会面对很多艰难的挑战 其中一样就是 有当地的官员 受到中央的指令 要拆除礼拜堂建筑物顶的十字架 又或者在教会里面 所有基督教的象征物十字架 这幅图就说到有一帮信徒 姊妹就将自己绑在十字架上 想这帮清拆十字架的人 因着他们的同心保护 而得到一种的豁免 但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这段书段里面 有很多人都为这些事受到试炼 其中有一位叫做 尖应圣弟兄 他留下了一封的遗书 那这位弟兄呢 他是在浙江神学院到毕业的 那他这个遗书里面写得很清楚 我在神志非常清楚的情况下写下 他首先声明他这样做 并非为了作愁 或者想出风头 是被迫无奈地做的 他就说到 当时在浙江国教会的弟兄姊妹们 都面对同一个问题 某些部门以非法的手段 是强拆十字架 尤其是弟兄姊妹为了持守信仰 守护这个十字架背后所代表的信仰 那便面对各样的挑战 他说他们已经面对了这些挑战二十多天 那么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们 他们放下他们自己的工作 企业工作、房产 甚至小到开一个小店谋生的人 都要面对各方面明目张胆的恐吓 因为他们无论是什么职业都好 他们为了这个信仰持守的时候 都被政府的官员去恐吓 但这种情况下他们仍然坚守 在这封遗书里面写到 他说为什么会有这些现象出现呢 原来有很多官员在这个过程当中 互相比赛 以拆这些十字架的数字来夸耀自己 那么这位的传道人就决定 从今天开始 就要带着圣经 师哥在教堂底下住 并且常常要禁食祈祷 仰望神 那么在这种恐吓、威吓底下 他与教会里面的众同工 都没有一个特别的信心 就表明神会保护这些十字架 不被拆卫 然下枝也说 不是神已经说明他们这样做就没事了 十字架会被保护住了 没有 没有这么说过 但是就是为了什么呢 他说作为我个人 我求主给我有殉道的心志 就是致死忠心 我并不是要为这个六吨多重的物质的十字架殉道 而是作为一个骄徒 面对这些不公义的时候 良心催逼我以个人的力量尽自己的本分 就是为基督作见证 在这封遗书里面 他就说到关乎他太太 他说首先想到带领我信主的妻子 他就说到除了这十字架之外 除了再十字架为我写命流血的主耶稣就是他 他说这么多年的亏欠 最多的除了主之外 就是亏欠他的太太 也在这封遗书里面说到他要走了 希望他的女儿在妻子的照顾当中 就交托给他的太太 和把他自己的父母也交托给他的妻子 他的女儿叫做以林 说到他如何去照顾他的女儿 也说到他有很多事情未必做得好 希望他的女儿以林能慢慢谅解 并且鼓励他都继续为耶稣基督作见证 甚至提到如果他的结局 真的要为主摆上生命 千万不要埋怨上帝 鼓励他的女儿这样说 最后又提到教会里面的同工们 他说一定要记得在主里面同心 不要互相攻击中了魔鬼的诡计 在十字架里面的爱要包容和体谅 最后他说到我是一个怕死的人 虽然是这样 但耶稣十字架流血的爱激励他 坚固他 他继续说 盼望将来在那荣耀的角度里能够见到每一位 这个是在2014年7月16日夜晚所写的 这个就是帝兄为主所量给他的考验底下 而写出来致死忠心的遗言 参加帝兄姐妹们 其实这些试炼在历世历代都临到众圣徒 所以说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意的就应当停 神安排的试炼是有限制的 而我们面对试炼的时候 来回到圣经去 让圣灵藉着这段经文所说的真理 向我们作鼓励 向我们作鞭策 督责提醒 使我们成为一个德性的 持守真理 致死忠心的圣徒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启示录第二章八到十一节 主题是 当致死忠心地为主而活 第一点 为主受苦虽贫穷 属灵生命却腐足 第二点 为主受苦被试炼 患难日子主命定 第三点 为主受苦不用怕 中得生命荣耀免 第四点 为主受苦并得醒 免去第二死苦海 愿神的话语 这段经文的主题 并其中真理的亮光 能够坚固 每一位在事业当中的众圣徒 我们一起同心的祈祷 亲爱天父感谢你 让这篇信息成为历世历代中圣徒 在致死忠心的考验过程当中 成为宝贵的属灵的供应 让众圣徒透过圣灵在这段经文所说的真理的念 成为我们生命的亮光 在最黑暗 困难 孤独 肉体受苦的过程当中 唯有你的话 能够延点 鼓励 在考验当中的众圣徒 愿主 你自己 从死里复活至死终生的见证 并我们晓得 你常与受患难的众圣徒同在 你已经限定了受患难的人数 限定了受患难的日子、时间 并知道将来有荣耀生命的冠冕 以及 不会面对第二次死的爱 此等应许 叫我们真知道 在世上为主受苦 要面对致死忠心的时候 你仍然与我们同在 愿主 你自己的恩惠、能力、真理 常常保守在试练当中的圣徒 使我们的得性 为主作见证 致死忠心的生活 愿主 谁听我们同心的祈祷 我们这样祷告 奉耶稣基督圣名 阿们 今天讲经系列 启示录二章八到十一节 就讲到这里了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